好 在刚刚画面中你看到的这一位 就是我画面左手边的这一位呢 他叫周武荣 就是邹雅婷的委任律师 那么周大律师呢 他29号到看守所绿剑涉案的邹雅婷之前 惊爆顶罪之说 但你刚听见了 绿剑之后他却又改口说 邹雅婷内崩坦诚是一个人犯案参严 并没有顶罪 不过现在呢 律师随意爆料 让检方很不满 认为影响了案情的侦办 北检将请承办的检察官 一并了解周武荣的作为 有没有违反律师法 根据了解呢 检察官已经签了律他案 同时进行侦办 如果认定周武荣确实违反律师法 会送到律师公会惩戒委员会来处理